新北一名年过六十岁的蔡姓男子去年四月某日下午在卢州区某巡守队前巧遇有人十岁孙女一时起色心将人拉到巡守队或贵屋内性情犯后竟还强辩他没有反抗 经被新北地检署医队未满十四岁女子犯强致性交罪判刑七年八月全案可上诉 判决指出女童被拉进货柜屋后曾经反应不舒服并试图反抗最后是借口尿急脱逃逃出后就随即向母亲反应 蔡姓男遭指控用手指信轻女童下体她承认此行为但否认有强迫情势便称有问过女童并说她还有说舒服 她公称当时有问女童平时会不会自慰对方说会后来才会问帮你玩好不好问完她也答应 法院询问女童经过女童指蔡男士长辈因为怕蔡生气所以不敢说出心中想法但心里是不愿意的 后来才假借上厕所跑好当时蔡还说上完厕所继续坐 她进一步表示书工当时确实有问她舒不舒服而自己也回答舒服但会这样回答目的是要骗她因为怕自己被打 法院认为蔡男是女童长辈不用特别施压或施以暴力就足对女童心理造成极大压力迫使其不敢不从 况且蔡男只是女童爷爷的朋友怎可能答应其侵犯行为 蔡男已是62岁的成年人对于这样的成理应该有所了解但女童都已经喊痛抗拒 人执意侵犯对方下体明显违反对方意愿 新辈亦明年过60岁的蔡姓男子去年4月某日下午在卢州区某巡守队前巧遇有人10岁孙女一时起色轻 将人拉到巡守队或贵屋内性情犯后竟还强辩她没有反抗 经被新北地检署医队未满14岁女子犯强致性交罪判刑7年8月 全案可上诉是意图应接Mage分享